而面对民进党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 两岸的关系降至冰点 没有良好的沟通之下 两岸的消极状况之下呢 韩国瑜他主张的是九二共治 所以为了要保障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的大前提 而国民党令委陈一鸣也特别公开 韩国瑜在哈佛费正清中心 对哈佛教授的回答 他也提醒美国政府 面对这些共产主义的国家 并不是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让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民族性 跟他的文化的背景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要在两岸关系上面要有突破 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友善互信的环境 换句话说 如果你对这个人不信任的时候 他做什么东西都是错的 如果你对这个人信任 当然很多事情就是可以迎刃而截 所以我想这个是他首度用他的这个 对于这个两岸关系里面 他谈到这个是民族性 利用民族性来讨论这个两岸关系的切入点 我想这个对于非正清的这些学者来讲 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观念 面对美国各地华侨的热烈欢迎韩国瑜表示 两岸关系是影响中华民国发展的重要关键 而当下两岸极动的关系 使得岛内经济停滞 大量年轻人被迫出手的局面 因此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稳定关系的最大公约数 九二共识并不等于一国两制 和谐融洽的两岸关系才能真正造福两岸民众 动物新闻杨平俊在鲁山基的综合报道